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各种技术跟基建设施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中国的基建工程还被誉为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而基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也都大力发展本国的基建行业 就连美国对之前的基建都进行翻修和维护 而越南是中国的一个邻国 越南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比较的缓慢 如今越南也加大了本国的基建建设 就拿越南最长的跨海大桥来说吧 新武力建大桥是越南最长的跨海大桥 不过在修建的时候他们的口气也是很大的 要跟中国比较基建 然而大桥并不是由越南自己修建完成的 而是日本帮助才修建完成 不过日本为了能够拿下了这个桥梁订单花费不少功夫 不仅降价还提供了大笔的贷款给越南 而日本也是接手后三年就完成了整个工程的90%的以上 桥梁的主题也建设完毕 但好景不长 这座大桥没到三天就打脸了 经过检测发现 这座大桥不仅部分路面平整度不达标 在桥梁契合度上也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下可让越南人们傻了眼 没有想到日本花费这么大进拿到的订单在修建方面 就这么不给力 起初越南施工队对大桥进行修建 但是仍然是事故频发 无奈之下又再次找到日本 而日本也答应对该大桥的建造施工退还20%的资金 对于日本的技术大家该怎么看呢 未经许可, been ther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